纵见词明又以词词名号 彼时多尽年节那肯成就 云和一日七日变得分笔 男性六眼 实在是 这个许许多多男性 不能怪这些人 这个理念确确实实 有很深的道理 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凡是能够听到这个法门 就欢喜就接受 这不是凡人 而是过去生中 无量皆来的善根成熟 那些那才行 过去生中没有培植善根 纵然接触到了 必定有这么多男性 如果我们接触这个法门 想想看 也有这么多男性 那自己就要反省 我们过去生中培养的善根不够 不够怎么办呢 这一生当中可以补救 那就是 那就是虽不够 差不多了 那还差那么一点点 这一生当中加倍努力一下 就善根福德因缘就够了 就具足了 一定要靠这一生 我们的教会 经上说的清清楚楚 一日到七日就能成就 我们在看 《尽头圣仙路》 《往生传》里面 所记载的 一日到七日 还真有成就的了 这证明 佛在经上讲的 没错啊 他能成就啊 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我们今天都佛经 佛不在世 都佛经 等于听佛的教会 语言教啊 这些后世的 聂佛人 一日七日 往生地 那是神明教 他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确确实实 欲知实志 无疾而动 他不生病 他知道什么时候 要走 没走前几分钟 还照样工作 到时候到了 时间到了 我也走了 你看 就这么潇洒 这么自在 神教 我们听了 我们看到 难道还不相信吗 再不相信呢 那真的叫 没法子 那真的叫 没有善根 没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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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善根